华人阿兹海默症协会定期举办 中文学习团及照顾者互助团体视讯及电话会议 邀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为大家介绍有关阿兹海默症及相关失智症的知识 学习病症不同阶段的因应与护理技巧 如何确保安全、管理困难的行为 以及相关法律财务规划、药物管理 照顾者舒缓压力与自我照顾与就近的社区资源 本季延期会日期定在8月13号、9月10号和10月8号 每月第二周的星期四,晚上6点半到8点 有意参加者请上网 tinyurl.com slash 2020onlinechineseed报名 也可以打电话408-372-9926 或发送电邮到xou.alz.org查询 报名完成后您将收到网络视讯会议参与办法 《脚身护家中心》2020夏秋季成长系列 视讯课程建立健康心理界限 将由8月12号到10月14号 每周三早上11点到12点半上课 总共10堂 课程内容有 帮助认识自己界线上的盲点 拥有健康的界线习惯 成为智慧喜乐勇敢的人 促进有效沟通 提升工作效率 享受真实的人际关系 并祝福后代和邻社 讲师有周鸿、杨慧及护家团队 报名请扫屏幕上二维码 或打电话510-790-3366 更多详情请上网 hrfc at worldinternational.org查询 青少年的家长们 您是否正在经历 孩子开始叛逆不听话 情绪波动很大容易发脾气 生活不自律沉迷网路 在疫情之下 亲自沟通障碍让父母感到心理交瘁 生命和基金会假日生活广场 于8月23号星期日下午3点到5点 举办疫情下家庭的 亲子沟通大绝招视讯讲座 邀请TEDx Youth 亲子教育专家Eric Lowe 以分析孩子内心大数据 和真实心声解读 帮助父母亲建立有效双向沟通 让孩子打开耳朵听你说 请于8月23号下午3点 准时进入Zoom连线 rolcc.net slash gslash rolf0823 参加视讯 更多详情请上网 thereverflows.org查询 新冠疫情发展至今扑朔迷离 脱钩的经济情势会持续多久 股市表现是否会因炸暖还寒 复苏气象而感冒呢 科技与传统产业似乎背道而驰 投资人应如何立足矽骨 胸怀天下 在后疫情时代做好投资布局呢 8月27号星期四 美西时间晚上8点到9点 优势频道《与你有约》将推出后疫情时代的投资布局 总云端达克问视讯讲座 由财经驱使大师Howard Chen主讲 投资理财达人Alice Wu主持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详情请上网 www.uchaneltv.us查询 活动免费 欢迎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